喔真的 那邱瑩你可以 什麼 怎麼會變成我這邊講的 對啊 邱瑩你要先分享 我的分享喔 沒有 我只是 覺得這時候呢 為什麼 自己農民 就記得 這樣聊得很大 遮住遮住 你側面側面 不要看鏡頭 側面啦 側面 側面剛好 對啦 就是 因為我之前 只是 稍微看了 可是差不多也忘了啦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說 農民他 自己種田 然後竟然沒有米可以吃 都只是吃那個 寒雞瓜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 到之後他的稻米 是完全被收購的嗎 難道你自己 連 跟失常都沒有辦法嗎 我只是好奇這一點 就是說 難道他 因為背中他會 困難很多 喔 這樣子 他們如果 家裡 因為我剛剛也是 有聽他講說這一段 嗯 他是說 也是都會偷倉啦 但是好 家裡一定要有一個 就是 假的 像 應該就是像 就是 尾鐘的那樣子 一個 一個倉庫 嗯 然後其實他們裡面 都是倉庫 對 但是如果來被抓到 他說會罰他很重 這次計時期就對了 對啊 就是這次計時期就對了 對 所以國民政府是繼承 那個軍時代的精神 發揚過的 對啊 用略奪的方式 所以可能 可是我覺得可能是那個 時代人知道糧食是 所有切的分別 對 可是到現在我們反而忘了這件事 覺得自己沒有糧食 沒有關係 反正就大量的跟國外借口 所以他們訪很清楚 我知道糧食是一切的分別 因為真的你在講修根嗎 對啊 欸欸欸 這個農民 都不正常啦 修根 對啊 真的 對 然後你中那麼多 也划不來 破紀錄嗎 修 修根的土地 對 28萬 現在修根的土地 28萬公頃 超過耕作面積 23萬公斤 後來又獎勵 農田 種植樹木 你經常吃了 這種政策在做什麼 農田呢 嗯 嗯 就想說吃麥當勞吃飽就好啦 一陣子又把農地 農跟農花條例之後 是不是很多農地改花子 還是可以蓋很多的北樹 很多農聖有沒有 對對對 其實那都是在剝奪我們 台灣最根本的農田 嗯 所以我們是都要 健康 要吃我們家的家 這個農民 對 對 像我店的 我都要靠這個 有一個人家裡 拿一塊內 拿一塊 拿一塊 然後偏偏 不加一塊 比較薄的 這個 你從來做工業 這個 很漂亮 所以只會打 那一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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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家裡的工業 沒有這個不用鎖緊 這個就鎖緊就倒過來 工業 有的賣相機之外 那一家人 有一個很大的 口袋 就是叫我 高家英雄 王英雄 做一個工業 也做得到 那你說 他就有什麼問題 我不知道 為什麼這樣 不然交往無二便 是說 先不得地管怎麼有水 你說王委進 他就買下來 準備要蓋工廠 後來就不得 對 那就是錢 有 現在都變成 那些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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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都很不壞 就是說 如果是那塊土地 從那時候 那些小小的 要用錢 或是有錢 那些工業 那些工業 都把他拿回來 拿那些工業 拿那些工業 拿回來 把這個土地 放完 是沒有辦法的 梅 gather 票 他問問 他為什麼收錢 他說 那個巷英雄 原因 plotted 是出來 水 就是 我問問 這就是水 現在就不必了 práctum since the 很多一次 Road 也是 台灣現在 很 bom 大毛 他們說 東西 public 工業用 一直都會有工業用水 我們的櫃裡面也有水優先的使用秩序 最會只有一天就有水 這個部分本身就是 在台灣的農業政策裡面 現在法輪裡面整個地方 其實很多都是相對的 我們媽媽當中 幾十年就說醫法新增的 這個絕對沒有醫法新增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你會出一個東西 像是在台北山亞的事件 說到一個 台北山亞就是說 因為台灣那時候早期 我說年代的時候 美國很好心的 賺很多錢來給我們完成 金錢的勞力 是勞出什麼 勞出錢越來越多 變成我們就有機會 變成我們要去看 現在客人的那種 民宿或是客人的 方式在生活 然後到家 三民人決定買了 然後到家 三民人沒辦法決定買了 那樣安全的 台灣其實在那裡 我是有出一個小塊 我們現在可能 我們知道的時候會比較安全的 這是出環 但那時候 像我們剛才說這個國民黨的演示一本 我想是EQ三碰年以後 演示一本對台灣的市民控制裡面 有一個劍尖的配置 所以你們所有的生產都要先帶來我吃 然後捧手會買 這樣的時候比較不會平均 有的人又是 所以那種控制是戰爭控制 但是那裡還有那個劍 叫水金的時候要用錢 因為國民黨來台灣之後 我們的台灣的被控制又不一樣 他就是說 當時來不就變成平安、官府 之後就變成民主國家 政府和政府的前例有關心的 應該是比較好參加的 但是當時沒有好參加 或是沒有人 又不是要有錢 要求聖水金 只要有 你到底有什麼 你到底有什麼 都要求下來 所以那種控制 日本 1931年 漸減開始到 求聖水金的時候 有這個中間的 那個 立大陸的 那種控制 叫水水金 沒有辦法 我們這家國民也 一個反應就是什麼 就是 中國 進入那裡熱的寶物 我們那裡熱的寶物 他們間欺負建廟 家家賺的土壯 他們當船樑後 去打老牛 就是在宵夜時 就希望要地藏物墊 所以我有一個 一個禁令券 就是把所有人都不可能 那都不需要錢 從那裡 這是禁令券 以來金令券 這個東西,我也在台灣的國文也很厲害 所以台灣的一級數五年說好,所謂的官吾的見指見拜 日本見拜,台灣就說好 說好的時候,民軍派中國來修行 修行之後,去外南修行,台灣就回來了 台灣就沒回來了 沒回來了之後,中國的國民黨的國安黨不前後 台灣這邊,申請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剛才所說的,蘆蜂、鹽、米、木材、酒肉 甚至阿片 都在我們的村庫裡都忘忘了去,去去也有去 因為中國的錢都會有一個建築 台灣這邊,申請一個很大的題材 我們出道很強 本來在建這個時候,那邊就是人 日本到我們建了 因為我們是聖共同的,所以我們建開始變得很快 很快之後到1949年 才開始那個人 才開始那個人 什麼啊 人,人險群 還到那個人 嚴家幹 這輩子,這輩子 這輩子,公道經濟精英 1949年 來時,我們是聖共同的香港人 四萬五千塊 你們怎麼會忘記日本人 日本人 日本人 日本人喔,我家裡要做一個歐巴桑 要他人家人 他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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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那我不懂,曾經跟蘇撻,日本一分叫泰酒的錢 一整五千塊 現在幾天,跟鴨巷 他都怪怪 奇怪到那個 北港開放的時 這個太太,他的營車禮吃了錢 她說那個 怎麼標得不 confidently 他就一直拿去做日本時代 他就知道那樣子 我說,好啦,沒用來看看怎麼可以 我們那一早一直在運動 當中教授的感覺 就是台灣在日本 要不在台灣的時候 台灣人是用日本錢 那一本錢一塊 到日本台灣的國民黨接受的時候 那種化作舊台幣 就是一塊的一本錢 和一塊的一塊錢 那這個到1945年到1949年 那三十八年來四十年 那時候再換一個四萬塊的一塊錢 那就是四萬塊的台幅 台幅 一塊的新台幅 所以一塊的新台幅 台幅 台幅就是 你叫什麼 一塊 四萬塊 一塊新台幅 台幅 台幅就是四萬塊的 哦 意思是 這四萬塊的一塊 你如果不聽政府的話 去把四萬塊的一塊 換作四萬塊的台幅 台幅 然後換作一塊的新台幅 那些新台幅 台幅 台幅現在又是壽子 就像以前 像以前 我們有 我們有 一本期來 我們有那個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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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元一千萬 那一千萬,我們也不要給我做一千萬的比代表 你現在一千萬的日票,就是現在一千萬的日票 但是我們的一千萬的日票,如果很少 我們一千萬給我做一千萬的比代表 一千萬的比代表到1949年,馬翔變成縮書 一千萬,一千萬,一千萬,一千萬 現在二百五十塊錢,他有什麼參與? 因為我們那有空嗎? 可是以前的新台幣比較大 舊台幣也是日本時代用的嗎? 原來日本當中,就是那幾年的時間就對了 那兩年的時間就對了 舊台幣就是經年建築刷券的 舊台幣都是本錢 從中國 台灣的國民黨的平衡,把台灣的東西拿去 舊台幣買了之後,他們買馬翔也很穩定 因為如果他們還照相機緣券,那些都 以前那些雄,那些一萬塊一千萬塊一千萬塊一千萬塊 他們會吃一千萬塊,他們會吃一千萬塊 他們會吃一千萬塊,他們會吃一千萬塊 很快 很快 台灣也是面臨那種狀況 其實我們現在有些人說到建教軍 有人說我們要挑戰什麼 主權的那種感覺 那我不知道,那是不會的 但是我從歷史來看的時候 其實我們剛才那些都很少 比較大的主權 等於這個地方,我們在做什麼 國民黨委員會其實也不是國民黨在做主 那個時候是 最初的地方 1945年到195年,這個年代 可能是一段屋子燈都在拉去 但五碰年的時候,可憐的差不多 就是美國,美國插手 那他在那個台灣大店 從前的那個,聽他的那個 反應,有說 然後是會 然後事件會 要版風年雜誌 那整個其實都很 有幼稚的控制 風年雜誌現在還有你們知道嗎 真的耶 那個東西已經變得比較 不是那麼會黨的在服務 比較像社區農業 農業社區 農業的那個大刷常識 然後什麼什麼 現在有貧食禮物 這些貧食禮物 房子那個大廠野 然後大了人 那在金門地的 那些貧民雜誌 裡面有比較多 那是,你看起來 對,它是一年都會進口 但是在我們看一分前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其實在五年代的時候 我們很多人在那裡 有的 我們都知道 我們也有的 那時候就對一群人來掌控 但是掌控還可以 最大的原因 不是說 我們的人民做事 也不是說 國民黨政府 他沒有要 沒有要注重這個國家主權 因為其實就變成 盜匯 那個 那些糟糯的 那些糟糯的 這樣 所以美國 一空一空 他其實幾個大 那個時候就是這樣的 你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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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你好 歡迎 歡迎 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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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 這個 老叔 剛好有過 是有 我們有 有過 他 差不多那個階段 都很漂亮 但是 那個進行 還有一個前言 就是在說 一個 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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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個說 什麼 第一個 健康獎 火獎 第一個 第二個 健康獎 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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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獸給日本的 諸事輩獸 好 就是 好像我們 糧食 農民一直 或是說像現在的那個 不公平的貿易 咖啡 香蕉 或是說 世界 等等的市場價格 可以剝削 就是 農民 其實是 就是工業革命 之前 其實農民就是 經濟的主要來源 可是卻 好像他們的生活 沒有受到膨脹 這樣子 那 像台灣又沒有什麼天然的資源 過糧食 再不自主 能源 就都靠 進口的話 我們這個國家 要怎麼樣 好像呢 沒有自己的主權 就是 只有 現在連名字都沒有了 名字 中華民國 其實也 不曉得多少人知道 那 實質上的國家 也是好像 幾幾顆 這樣子 所以農業政策 這個國民是台灣的 當時來的 其實很重要 要有同時 可以束縛 甚至 做農的人 甚至在臺灣 像 他說 第一 做政策者 他說 台灣一般政策者 是 正義 靜裁 因為這方面 其實過去 可能都是一種 被 叫安排 安排之後 他說 三包 三筋 一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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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筋 三筋 五筋 一筋 一筋 五筋 一筋 都跟我做 政策 很不得了 那種 一筋 大家吃 都 大家沒吃 我的米 但是 大家吃我的米 都會很健的 價格 就買得到 這個政府 在這裏 日本政府 保護他們的農業 零來他們的農業 是到這三間差 所以這裏 我想要是 純粹有趣 而且其實農民靠天吃飯 如果有什麼風災 還是說 他天氣太熱了 他到底 這種的胎密集 好像 今年的六月 好像遠屁股子 全部都是空包的 放在頭到水裡面 全部浮起來都不是實心的 就是 他農民 這些農民 會覺得好像很可憐 靠天吃飯 沒有辦法 保證說他付出了一定會有代價 這樣子 我覺得 已經到了這樣子的一個年代 跟明年 跟那時候不大一樣 現在的一個狀況 並不是只有政治的問題 你來侵涉到整個氣候 還有整個大環境 全球化的一個問題 像 剛才跟你說 蒙作物 浸泡在水裡面 的確在我們 今年或去年 都是颱風很多的時候 水又特別多 那我們這邊水太多了 像澳洲已經連續八年九年 是乾旱 澳洲的南部 它是連續 它已經變成 原來那邊是一個水箱澤 是一個 種 種那個 作物生產很 產量很高的一個地方 可是已經連續八年到九年 現在已經 沒辦法展出東西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 工業化的一個發展 造成整個氣候 而且他們那邊要接近南籍 那整個 那最大的 他們那邊最大的 已經 竟然沒有什麼水 而且 它把現有的水一樣 跟台灣一樣 把它用來做工業 面對這部分 那 農作物的部分 還是沒辦法 所以說 因現在這樣子的 環境來講的話 可能會更複雜 而且不是只有台灣的部分 這可能是整個全球化的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 在印度 范達拉西蛙 他們有做 成立一個九種基金會 為什麼 九種基金會就是要來 對抗這些財款 這些財款 它是開發基因作物的 基改作物 然後 把這個 農作物的種子 生成專利 像國際生成專利 那生成專利之後 再來賣農民 所以說 農民 它是沒辦法取得 作物的所有權 這個種子 所以 所以 他們本身來講 是要保留 這個 在地的種子 農作物的種子 是他們 他們身處很重要的種子 那原生種的種子 所以說來對抗這個財團 來做 而且去像 像那個 國際法庭 尤其是歐洲 國際法庭 他們去申請說 取消哪些哪些 這些財團 它的一個 專利 所以說 事實上 在印度 他們也面臨到 這樣子的 為什麼要這樣子 一樣是財團介入 一樣是政治力介入 一樣是他們政治 內部很多的一個 腐敗的一個狀況 那 是不是全球 在第三世界國家 到目前為止 還是有這樣的情況 那在台灣以前 我們就是第三世界國家 在560年代那時候 就是開發 為開發國家 媽媽在進到 開發中國家 現在是不是不開發 我不知道 好像停留 那好像 那個國民所得 好像停留 兩萬塊 好像很久 一段時間了 好像一直都沒有 一直都沒有 所以已經那麼久了 一段時間 所以說 我是覺得 這個牽涉到很多的 那時候時代變成的關係 而且 美國跟蘇俄又在冷戰 所以說 在非共產國家 一定是接受美元的 而且是美軍 或者是 美國政府的一個資源 進入去協助 弄到最後 我比較care就是說 真的啦 我們現在的農民 就因為這樣子 我們現在的條骨 是去那個 那個什麼 基盤那裡 那裡 玉山路那裡在建材 隔壁都是在噴農藥 你可以在那邊 我們在種的時候 我們在采用的時候 隔壁都是在噴農藥 撒掉 那你問他 這個農民 問這個阿嬸說 就不要餓了 不要餓了 他會覺得我種不完 所以已經根深蒂固了 已經沒辦法去根除說 在還沒有農藥肥料化肥之前 他們是怎麼樣去種這個土地 種作物的 他們已經忘了 完全都被宰治了 完全都被這些資本主義所控制了 所以這整個有時代的背景 演變到現在 我們現在有機的竟然是那麼的困難 我們要買有機的這些產 那種的作物 這個都很貴 要付出很大的一個代價 而且我記得 之前有做過一個 我們在短水那邊有做過航路 期老跟我們講 日時期 事實上他們只要種田 就有 雖然你會收稅什麼的 我們還是有 可是呢 只要有錢 他就有堂價 即將都有堂價 可是呢 到國民政府之後 不是這樣子的 稅很多了喔 中華民國王 對 變成有地家睡房屋睡啊 什麼一大堆的事 所以說你 那個 都沒有開銷什麼的 你要付 要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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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有在本部 可是在日時期 他們好像不是這樣那種稅的 是不是有人頭稅 可能就是冰稅啊什麼的 就是你這貨多少 你幫你付多少稅 可是呢 在現在不是啊 現在很多的稅 請問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社會 走社會福利的 為什麼這麼多稅收喔 請問我們是什麼社會福利 有啦 因為社會福利國家的時候 那些 好多好怕的人 收那些 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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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知故不見 對啊 我們現在都不賺錢 好不好 你紅一下去 國民的金 一定要交 還是要交啊 郭先生說的 這份這個課問 這個關鍵就是 提出兩個問題 所以就說 五十多台的農業政策 交這網三網 還有就是 現在的農業政策 交五十多台的農業政策 有三網 這不一定 就是我們今天 可以每個聚焦的所在 所以 因為 像說 那些公共澳洲 的 氣候變賣 會失修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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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共演 這個 這個 台灣的 這個 這個 那如果像那個 那個 那個 那 那 那時候 建建 是說 那時候 或者說 我不會買人 還是要買人 比較貴 要做大陸 要 Yak 所以我會打拼 每一塊 一個 七十多台 我就拿來吃去 走那個 空氣和水 比較不太大 不是 你現在去 鄉村 在 產業大陸 上面 它都有通知 噴上去 收購籠帝 你注意到處都有看到收購農地這四個字然後有電話出來 這整個政府的土地政策已經變成這樣子 這些糧田剛才講的糧田竟然被用來蓋工廠 用來蓋房子 這都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作物生存下去的一個來源 那在一本失控的進步裡面 那是一個加拿大本泰勒他寫的 他講說在我們倫敏的滅亡有大概幾個 每一次大概倫敏的滅亡他的代價是滅亡率高的 比如說像復活節島 在美洲那邊 他們本來復活節島它本來是一個很倉裕生理的一個地方 可是因為那邊移民就是那邊有跌的島 滅過去的那一直在追求什麼 追求這個巨石文化 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那個立在好像海邊 那個巨石的那個像 他們就是在追求 可是那個神像是怎麼來的 那個海邊絕對是沒有啊 他們是在火山口 是在比較山上的地方 那邊取了這樣子的石頭 然後在那邊找來 找來之後要砍什麼 砍這個森林啊 木頭 砍這個木頭之後 然後把這個巨石 從山上這樣子運下來 所以說經過很多年之後 最後一棵樹也被砍倒 可是他們還是一樣在追求這樣子的一個 信仰啊什麼的 所以說我們現在看到復活節島是沒有一棵樹的 剩下巨石 而且巨石呢 是到後來被這些居民他很生氣 為什麼我的祖先他為了這些巨石 然後把我們的資源全部用管的用光的 都不留給我們後太子孫 所以說後來全部都被破壞掉 我們現在看到巨石那個像啊 都是後來在複製的 是環境在複製的 所以說我要 那個島上還有人嗎 還有人 現在是有人啊 他們連最後那個一棵樹都砍了 所以說呢 連他們要去別的地方移民的能力都沒有 沒有辦法造船 那剩下幾個人就二死 二死到最後剩下幾個人 那後來當然是有殖民主義啊 西班牙女的又進來 所以說慢慢的進來就發現了 那在那邊呢 是早期 一千多年前 進來是 是這樣子 我們人類是不是一直在重複這樣的一個歷史 所以它叫做失控的境地 每次呢 我們要掠補早期 我們要掠補 一頭長毛象 就高興做得了 那掠頭 能夠列到兩隻長毛象的話 那叫做進步 那一次掠補兩百頭長毛象 那叫做進步過了頭 我們現在就是進步過了頭 已經到了我們現在的一個狀況是更複雜了 但是呢幾千年來沒有改變啦 我們雖然現在是台武林年大 可是呢這一千、兩千、三千年來都是一樣 重複在做這樣子的一個重複雜的動作 到現在還是 因為如果開開歷史來看的話 對啊 每一次文明沒有代價 是之前以萬倍甚至萬倍來的成長 所以說現在我們已經有核子彈頭了 所以說現在是不是就進步過了頭 我們竟然在美蘇兩大強權 在冷戰的時期 只要有一方失控地球就滅了 這叫做進步過了頭 所以我們現在到目前為止 剛才在連鎖那個核電的部分 這個很懂事 我們現在還是在這樣子 不知漲金還是不知整個歷史的一個 可是我覺得那個是 可是我覺得那個有沒有辦法避免呢 因為你人口就是這麼多啊 你人口就是需要用到資源嗎 的確啦 現在的人口是非常很多 而且是再過十五年就會到達七十幾億了 其實我覺得是生活方式版 你會說像美國兩億人 可是會用到那麼多資源 如果中國大陸每個人都要像美國人那樣子的使用資源 使用那種程度 那可能地球馬上就 就沒有辦法供養這麼多幾十幾十億的人口這樣子 事實上是可以 我們是可以做得到的啦 為什麼呢 當然除了慢慢的減少生育率之外 我們過度消費的啦 事實上我們大家都過度消費 我記得很多報導有講說 我記得在紐約有一個人 他就是不用垃圾帶 他反正他減少他的一個開銷支出 他撐了一年 他都關好錢 這樣子活下去 然後他不製造垃圾喔 垃圾他把所有人用的資源 用天然的東西都活到 他也是這樣子活下去 甚至有人呢 是住在山洞裡面 你不想你們看到這些報導 他們就是要回歸 原始的一個生活 當然這是可能的 就像那個犀利人妻一樣 有一句話回不去 回不去 我就是聽說這一句話 真的我們現在也是回不去的 你現在要有那台 攝影機嗎 要不要 要就是要付出污染 你說我們如果反 你要不要用那一台要付出 要就是污染 要不要 你如果真的反活的話 你是不是放棄用 使用冷氣 放棄坐電梯 都該用走路 放棄開車 該用腳踏車 還是不行 對啊 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去思考的 一個問題 這是政府的方法 這是政府的方法 真的 你如果對人員的政策 你認真就一塊 包括 人家這個 並不是說我們使用人員 就必然的就是要要冒著那個核能災變的威脅 還有負擔的那個負荷 不是 有很多東西是正常的說 在這裡面是一頓生理人 他就是看得到處就好了 所以我們想要和能電廠也會賣 也會賣 出了一些現場 那不然 在能源的我們現在的發展 來講 一時代 鋼道化 比如說 綠建築 像很多東西 其實都一直在開發 現在我們目前可能是一群 一群三種的人 來看一看 你想說台灣的農業政策 還有什麼 我們現在來講 五年年代 我們做的目標 是美國 他來把我們美娃的東西 全卡 這樣都把整個 做一段 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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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煎 要住 要當時 要做 甚至我整個 來幫你們援助 你們的政府 要把我們賣多少錢 美娃 那這輩子 就是你們的農民 他要用青仔來援 青仔 在輩子 你說這輩子 每一百斤的青仔 你要用三百斤去換這輩子 現在不知道 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 你們還要看一看 我現在在 你說 我說年代 都會賺錢 那現在 2012年代 台灣的農業政策 還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 為了 我們的生存 保障 有去做什麼修正 如果沒有 譬如政府 失禁 如果沒有 譬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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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看農民 他們在這裡面 都留意的時候 他們裡面 有很多 像 我在看 中興大學 有一個 食物病毒 還有高學 蔡東轉教授 已經開發出 一些 蔡十八菌 菌是一些 可以 活動的 真菌類 農田 馬上 農田 有些 農藥 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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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ост 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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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現在發電 剛才是他們已經在那個三個月 他們在訓練發電 不然以前有庫山 你們有時間去那個 宜蘭的庫山 他們都要去 他們一直在發電 我是在說 其實我們不要太悲觀 但是台灣一定要有主體性 要有自主性 如果我們沒有帶這個主導性的時候 我們就...就是這尊 所以如果人家比較麻煩 讓我們吃得比較好 如果人家不麻煩我們就可能不太吃 我們面臨那種危險的事情 我們就說我們剛才人家帶子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說的是 農業的那個子豬性 沒有我們的自己 他們後來他們的可能會變成 我們看電影的那個時候的孩子 對啊 那個 風世代那本書 他就說我們現在如果不監督政府 訂定就是 對大多數人有益的政策的時候 被這個就是所謂的財團化 以後的社會發展 就是會負責越來越有錢 他窮的人越來越沒有錢 一戶不均嘛 所以 農業政策其實是很重要的嘛 一戶不均 那就是像那個 嗯... 我們現在蔬菜只要一碰到台風 就會有人囤積貨 或是說價錢價格全部都被中盤殺 好像大部分的利潤都被中盤殺 破削掉 實際上產地的價格 還有運輸 就是運輸這一方面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銷售管道這一方面 可能政府需要更多的去投入 就是讓農業制度會更健全這樣子 就好像每次到了台風過後 蔡價都會上漲 所以政府不曉得是在幹什麼的 政府說要抑制這個物價 可是現在物價還是一直在上漲當中 所以整個不管是經濟政策也好 農業政策也好 我想現在是... 可能倒退到50年代60年代差不多 它是沒有一個自己補足道前 而去的狀況 現在變成到最後 比如說在補催吃我們的米食 那好像都是在做表面的 我們真正的有沒有農民有沒有受益到 那我們的國人有吃了多少在地的作物 像韓國它現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視 生土不餓這樣子的一個理念 像我們的身體所吃的一個食物 跟這塊土地是要連結在一起的 所以說他們韓國人是對... 在我看報道裡面有講到說 很多他們有種蔬菜 帶來裝蔬果的這樣子的一個盒子裡 外面竟然都印生土不餓 這四個字喔 那這生土不餓是我 我記得是我們... 楠壽 對啊 祖先 等一下韓國人又要說是... 都說是發明的 對啊 那現在竟然他們是很弱情 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那在台灣啦齁... 我覺得我們... 農村陣線 台灣的村陣線 他們的農村五中心 他們也有在推行這樣子的那個理念 可是呢 我相信啦 絕大部分的人 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感情 沒有這樣子的觀念 我們還是會到麥當勞去 我們還是去新巴克啦 那當然不是說那個不好啦 如果你少去消費的話 相信他們拓電 載電就不會那麼的快 那跨國企業 全球化企業 這個是肯定辦法 因為他們就是財大企業 那像加量 你如果少去消費的話 他們就會慢慢的... 就會少了幾家電嘛 甚至就不會再載電 可是農業一直去消費 一直去消費 這就是全球化的一個結果 那說到農業政策 我們政府啦 現在沒有辦法 沒有提出來 就好像整個教育政策 也沒辦法 經濟政策也沒辦法 所以說現在的年輕人 不敢生小孩啊 現在好像生育率 我們好像是全世界最後的年齁 對啦 所以不敢生小孩 那是什麼原因 年輕人就是怕沒有未來 看不到未來嘛 那所以說 我記得我前陣子看那個 爸媽九年大 裡面有講到 不婚...不是啦 不生小孩的那個夫妻 為什麼 欸... 有一個家庭 他是那個... 夫妻加起來快要十萬塊錢 收入耶 啊... 還是沒想要來 主持人問他 也是要問他們說 這個算是已經中整階級了 那為什麼不敢生 連你們都不敢生 那其他的人怎麼辦呢 他說 對啊 可是我們就是看不到未來 我們怕生了之後 我們還是養不起來 所以說已經這樣子的 一個中產階級的人 反而他也是這樣 沒有敢生 所以沒有未來的狀況之下 台灣他既然沒有小孩 那競爭力又會越來越弱 所以整個從50年代之後 被你們這樣的資本主義的載制之後 延續到現在 好像都還沒有辦法反省 請告訴你 什麼樣的競爭力 競爭力 我是覺得啦 認定 我會比較傾向雲安 生存下去而已的能力 你不敢生存能力啊 對啊 你生存下去 你只要能夠生存的好 那競爭力現在當然都被誤解了 甚至是 不是小孩子的競爭力 是爸爸媽媽的競爭力 為什麼要給小孩子去鼓起 為什麼要給小孩子去 去比較好的一個教育資源裡 因為他怕 這個小孩子的競爭力活絡嘛 以後趕不上人家起步比較晚 現在我們的人都會怕這樣子 所以說可能是 我們這一代也要負責 現在身為人父人母的人也要負責 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造成整個教育部 他也不會說 他就是往這大學嘛 因為爸爸媽媽家長他需要 他滿足他的虛榮心 說就是要讀大學的 所以現在我們的大學跟那個記者的大理 科技大理他要200多家 200多所 密度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說這都是為了要擁有競爭力的一個結果 可是呢 這是虛效的虛化的競爭力 真正的競爭力是什麼 我覺得只要這個小孩子 只要是這個人有生存下去的能力的話 那就是競爭力了 你要跟誰競爭 因為這個很難去評比 如果說你如果金圓廠的話 你這個電子產業你要去跟誰競爭 那當然是他們要去整個國際化的一個競爭 可是你咧 我們這個我們的小孩子咧 我們自己本身咧 我覺得我們只要找到 能夠活下去的生存的方法 你具備這樣子的能力 那你就具有競爭力了